肝病在香港越來越常見 其實嚴重起上來還要換肝 什麼情況需要換肝呢 通常肝要等多久 要輪候多久才能換 大家都有很多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來外科專科醫生 竹兆豪醫生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你好 請坐 請坐… 大家好… 醫生, 我首先想問一下 肝臟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一般來說 在香港比較常見的肝臟問題 包括有肝炎, 脂肪肝, 肝硬化 可能我們首先了解肝的功能 由這些問題開始 好… 可能大家都知道 肝是一個人體的工廠 我們是用來分解毒素 就是阿蒙尼亞 或者製造一些瓊血脂素和蛋白質 所以如果有任何肝炎 或者肝硬化都會影響這些問題 我想問一下 什麼情況會影響到肝炎 肝炎有分別種類嗎? 對, 問得很好, 郭仔 其實我們主要有病毒性肝炎 在香港最常見的就是月形肝炎 大概有7-8%的香港市民 都是原肝炎的達菌蛇 這麼多的? 也多的 也多的, 也很多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頂形相對少一點 是 通常是共用針筒 或者有些不潔的牙科用品 容易感染得到 另外除了病毒性肝炎之外 就是酒精性肝炎 我們都看到 因為可能新冠疫情 大家都出不了, 當然以往 在家裡喜歡喝兩杯 喝酒喝得多了 都會看到症性肝炎 甚至肝炎化會多了 另外一些自體免疫的肝炎 譬如說紅斑狼瘡 或者一些自我免疫的肝炎 都會影響到肝炎 肝炎是否遺傳的? 有嗎? 其實應該不是遺傳的 應該是沒有看全部 就是說不一定媽媽有就一定有 但是如果媽媽有肝炎 傳給小朋友的機會就會大增 是… 但是如果媽媽真的有 寶寶仔在肚子裡… 寶寶仔的機會大增 如果出生真的有肝炎 立刻打疫苗會不會有幫助? 會有幫助呢? 對, 沒錯 所以因為這個問題 1988年開始 我們已經為所有香港出生的嬰兒 去接種三劑的懸吟肝炎疫苗 無論媽媽有沒有懸吟肝炎 她防止她將來感染懸吟肝炎 在嬰兒出生零個月 一個月和六個月 幫她打針 是 但是剛才你所說 如果媽媽是懸吟肝炎患者 帶菌者 是 她的風險一定是最高的 尤其是出生的時候 因為你的胎盤一定會有流血 你會容易那一刻傳給寶寶 所以除了三針疫苗之外 出生那一刻要打一個丙腫球蛋白 去減低當刻懸吟肝炎 傳給寶寶的風險 即是可以減低的機會 就沒辦法去完成? 明顯記載是接近100%可以… 打得夠快的話 可以減低這個機會, 接近100% 如果患者出現急性肝炎 他會有什麼症狀? 其實急性肝炎的症狀是非常不明顯 都是一些感冒症狀 有時候可能眼黃、小便茶色 還有很累, 或是有一點低消 其實很難分 很難分, 很多時候 跟一般的感冒差不多 很難分, 尤其是可能… 有些會很痛 有沒有這種情況 有沒有一些細微的症狀? 通常會有上腹有輕微的痛感 但不是很嚴重 馬上按一下 馬上按一下 因為肝炎發了會脹 會令肝的包膜有一點痛感 但你會覺得吃製, 睡得不好 或是你們要熬夜, 眼黃一點 可能喝杯涼茶沒事 但痛是否有點痛? 對, 痛一點而已 少許, 不會長時間一星期痛 所以驗身是多重要呢? 驗身, 染血 這個痛得很難 對, 很難睡 醫生, 肝炎是否會導致肝硬化? 理論上, 每種肝炎有這種機會 但視乎肝炎的程度 是 正如剛才所說的甲型或茂型肝炎 在香港都是食不潔的食物 而且接下來是吃火鍋 豬潤有時會久不久聽到茂型肝炎 這些是否叫急性肝炎? 急性, 對 急性肝炎通常是快來快去的 肝有再生能力 那你就會… 你有自己修復的能力 自己修復的能力 但譬如說, 如形肝炎潛伏了在你身體 可能突然之間 因為某些原因又誘發出來 那些情況就會比較危險一點 我想問脂肪肝 剛才你提到的成因是什麼? 還有可能在香港來說 有沒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有一個絕對上升的趨勢 年輕人, 有一個成年人 差不多有四成的人都有脂肪肝的情況 主要在香港都是非酒精類的脂肪肝 因為脂肪肝有分酒精性 脂肪肝和非酒精性 非酒精是怎樣? 是的 非酒精通常是肥本 有肚腩, 腰圍大概… 男士大概38, 女士大概34 我沒有 我沒有一定會… 其實是18而已 所以機會就會高很多 肥本 另外有內科病 鹹尿或膽固醇膏 我看到這裡有一個圖 看看 脂肪肝是否也會變成肝硬化? 其實過程是怎樣?可否講解一下 首先最右一幅圖是正常肝臟 很平滑, 也是很紅潤的 中間第二幅是已經有脂肪 即是脂肪細胞塞進肝細胞中間 顏色會變成… 會變成… 黃黃的? 黃黃的, 真的嗎? 黃黃的… 如果仍然不去做一些東西逆轉它 它就會慢慢發炎 任何的東西令肝發炎, 都會起疤 好像你的手經常都搖 刮一下刮一下就起疤 就開始纖維化 開始變差 對, 開始變差, 變纖維化 到最後那期, 我們有四期纖維化 就變成肝硬化 即是嚴重四期, 就開始變成肝硬化 沒錯, 裡面有一些無可逆轉的疤 全環環緊扣的肝已經不能轉 去到這個位置就已經不能再生 不能再生, 沒錯 你說肝可以治癒, 我會修復 在哪個位置已經不浸 去到這個肝硬化, 已經沒有再生 脂肪肝也可以? 脂肪肝逆轉了, 肝可以變成正常 纖維化也會比較敏 纖維化, 如果你真的用心思做運動 用藥物去控制其他內科病 都有機會 但肝硬化定義上不可逆轉 去到哪個情況 要考慮到要移植肝臟呢? 這樣有嗎? 去到第幾期 如果在最後 我們通常都要考慮到最後一期 是 去到肝硬化 肝硬化有沒有分幾期? 纖維化有四期 最後第四期的纖維化就是肝硬化 肝硬化, 肝硬化就要考慮換肝 沒錯, 因為功能已經有 不可逆轉的破損 是 我想問一下什麼機構 決定患者輪候肝臟的先後次序? 對, 其實都是醫管閣下馬例醫院 因為都是唯一香港的肝臟腰疾中心 去排隊 其實整個香港都會照顧 中央的電腦計算方法 是 剛才虎仔問到怎樣計算呢? 就是說, 難道我比較嚴重? 你用什麼客觀的標準? 你怎樣去用什麼因素? 對, 我們用一個叫MELD的分 這個分數是包含三個因字 裡面有膽紅素、腎功能和瓊血指數 是 經過一個很複雜的計算 其實在網上也看到 按下三個數字就會有個分數 接著每一次抽血都會自動更新 在電腦上 所以譬如我們看到是分血型排隊 O型、A型、A型、B型這樣排隊 如果那個病人剛剛O型排隊 而剛剛有個器官是O型的 這樣就會給他, 就是很公平的 沒有名字, 你完全不知道 那個是哪個個人 那患者輪候期間 會得到什麼治療呢? 可以幫他們度過他們等候的過程? 是, 沒錯 因為始終剛才我所說的 肝硬化已經無可逆轉 是, 有些都很急 沒錯, 譬如他們急一點的話 可能在幾天之內就要換到 不然他就會有死亡風險 那些分數就會最高 看看是否對, 撞不撞對 有些有心人可以捐給他 他有對的, 可以換了 或者是家人 對, 或者是家人 如果近親捐層 或者是家人去驗過 發覺他可以捐一部分的肝 給等候者 他就不用等了 你可以避過他等候期間死亡的機會 或者家人不行了 真的要等遺層肝 你就要跟先後次序去排 但中間你也要去醫治 可能要用這種方法去改善他的勤決指數 改善其他肝的功能 希望可以捱久一點 譬如手術之前, 有什麼要準備呢 無論是手術病患者 或者是捐贈者 其實都一定要評估 他身體一定要完全正常才可以捐 或者是接受的 身體可以捱到這個大手術 反而捐贈者 譬如家人想捐 我想最重要是他一定要自願 心理學家要一個獨立的評估 他沒有受壓力 沒有什麼利益的輸送去確保 受贈者也要接受 因為你送禮物給人, 你可以不要 他擔心捐給你的人 也會有生命危險 他可以不要 所以兩個都要經過一個 很詳盡的心理評估才可以做 除了心理之外 做這個手術之前在體能上 兩者需要有什麼要再檢查 有沒有什麼條件 譬如說, 如果是一個活體捐贈者 第一, 要年輕一點 通常要小過六十歲 沒有其他內科病 也不希望之前做過手術 受贈者就是要身體健康 已經可以接受到這麼大的手術 因為已經排隊, 已經幫他做過檢查 如果成功換完肝之後 患者是否可以過正常生活 如果手術成功 基本上跟正常人沒有分別 是 但是他要小心一點 狐狸因為他正在吃抗排的藥 是 小心感染 避免人多擠迫的地方 以及定時回來覆診 醫生, 最後 市民可以怎樣預防肝病 首先要知道自己有沒有肝病 我也會強烈建議 市民可以嘗試捐血 不用錢, 也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 沒有肝炎大菌 另外就是真的要做身體檢查 去確保自己真的沒有 乳形肝炎或併形肝炎大菌 另外就是我提醒大家 不要很納亂吃那麼多 所謂的健康產品 因為肝是一個排毒的器官 如果吃過量的保健產品 可能你吃A、B、C、D 原來裡面的成分是一樣的 你又會變過量了 所以建議最好請教醫生 就是說我吃那麼多的保健產品 因為我相信香港人很多人都吃 這樣會比較安全 要不然很多時候會毒傷肝 謝謝周醫生的詳盡講解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記得請教醫生 又或者專業的相關人士